阿满古丽是一名乡镇卫生院的护士 今天是我跟我丈夫的两周年结婚纪念日 平时忙碌的我们准备今天轻松一下 给自己放一天假 幸福公园可是人最多的地方 我们走在健身小道上 这里没有工作的时候的忙碌身影 同丈夫一起望着湖水吹着风 站在湖边看风景的人也在看滑船时 靠在他的肩膀上 听他讲船对面的景色 除了公园还一定要来花鸟市场转转 这里不仅能观赏到千奇百怪的鱼 还有品种不一样的花卉 一些精美的园艺品在这里也能找到 千姿百态让人眼前一亮 绝对让你对脚下这座城市有更多的认识 主题运动馆也是约会的不错选择 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活动 有很多竞技类项目 除了我们熟悉的蹦床 还有很多有挑战性的区域 里面会有彩虹网 海绵池 躲避球 沾沾墙等 各种功能项目玩法都不一样 为了体验者的安全 还会被专门的教练在一旁直抖 这样就可以在场馆内肆无忌惮地跳远 说实话 在阿克苏这么久 还没有晚上去过都浪河边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阿克苏这几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个城市也因为每个阿克苏人的努力 变得越来越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